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6日 星期二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日本之心傳媒人豐川建思分析 上星期舉行的美中防長電話會談指出 中方希望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妥協 以交換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協助 但似乎踢倒了大鐵板 美國不可能拿台灣作為交易籌碼 已經是拜登政府的基本立場 《自由時報》報導 上星期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與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進行了電話會談 去年1月 豐川建思曾作為朝日新聞記者 獨家報導了美國的一份內部文件 其中名文列出 如果發生緊急事態 美國將會保衛台灣 這份文件是在2018年2月15日 作成的美國印太戰略架構 這份由川普政府作成的秘密文件 在政權轉換之後刊建地解密公開 豐川認為 拜登政府已經成續了這份文件 這次美中防長會談中 奧斯汀警告中國 美國對烏克蘭和台灣的反應是截然不同的 豐川認為這次的美中防長會談 可能是延續3月舉行的拜習會談內容 中方希望以台灣問題作為與美國的交易籌碼 是完全誤解了拜登政府對外交安保的優先課題 美國列為最優先的課題不是俄羅斯而是中國 不論烏克蘭戰爭持續多久 美國都不可能拿台灣作為交易籌碼 事實上在這次烏克蘭危機發生之後 美國內部也有各種討論 其中最好停止戰略模糊的主張十分強烈 而且美國內部文件已經明確表示將會防衛台灣 奉串曾經訪問美國印太戰略架構 著名的川普政府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 麥馬斯特以堅定的語氣表示 我們必然保衛台灣 奉串指出一旦台灣有事 日本必然成為主戰場 中國軍方內部文件也寫著 最先進行威嚇射擊的目標 就是位於日本的美軍基地和自衛隊基地周邊 時評日藍述認為失去了台灣的安全保障 就意味著失去了對整個南海的國際貿易航線的安全保障 而南海的國際貿易航線是日本經濟的生命線 一旦中共控制了台灣 它就在未來對整個日本經濟造成了決定性的威脅 而日本是美國整個印太戰略的核心和重中之中 它將會在未來有可能迫使美國不得不改寫整個美國的印太戰略 這就是為何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 絕對不能在台灣問題上 對中共有任何的幻想和任何的讓步 近日中共外交部官網公告說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諾玉成會見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時宣稱 中共將會繼續與俄羅斯加強戰略協作 建立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專家表示中共已經公開攤牌 聯合俄羅斯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陣營 中國問題專家貴答對大紀元表示 這是中共對外戰略的一個標誌性轉折 中共正在公開兩期 自己將會與俄羅斯聯手對抗美國 這樣意味著在美中兩極對峙的新冷戰背景之下 世界局勢將會出現重大變化 諾玉成會見傑尼索夫時宣稱 在習近平和普京指示之下 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持續高水平發展 今年第一季度 中俄雙邊貿易額增長近三成 傑尼索夫表示 將會進一步深化俄中全面戰略協作 雙方會談發生在聯合國大會就限制安理會 5個常任理事國否決權決議草案進行辯論的前一日 自至目前 該決議已經得到美國等57個國家的支持 去年年初 中共外長黃毅說 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 去年12月24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再次重複同樣的話 今年2月4日 習近平和普京發表聯合聲明 再說中俄友好無止境、合作沒有禁區 3月30日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參加第三次阿富汗輪國外長會議時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再重申 中俄合作無上限 對此貴達表示 這個等於是在公開與美國叫板 開啟兩大陣營對峙 美國前總統喬治布殊的國安顧問哈德里認為 中俄聯合聲明是兩國 全球領導地位的宣言 川普的國安顧問博爾頓認為 中俄合作伙伴關係將會持續下去 因為兩國利益 在可預見的未來會互補 不過北美投資顧問 中國問題專家Mike Sun預計 儘管中共公開支持俄羅斯 但為了中共自身利益 他不敢輕舉妄動 貴達表示 中共選擇繼續與俄羅斯加強戰略合作伙伴關係 實際上是迫不得已 因為美國已經不再信任中共 並將其視為頭號敵人 儘管美國及其盟友在全力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 但其最終目的是削弱俄羅斯實力 從而集中力量對抗中共 習近平公開與美國爭霸 宣稱東升西降平視世界 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以及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等 引起美國警覺 Mike Sun也認為 實際上美國早已啟動 與中共全面脫勾的計劃 首先是高科技脫勾 然後是金融脫勾 再次是出口脫勾 如果你在美國 有一天你會發現 中國製造的產品越來越少 中國也在做中美脫勾的準備 以糧食為例 中共一直在糾糧 習近平反覆強調 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 國際金融專家兼政論節目主持人汪浩預計 美中關係將會進入新冷戰階段 美中兩極對立將會成為 今後長期主導全球的國際關係 歐洲在這個過程當中 將會出現去俄羅斯化 而美國和全球就將會在經濟、貿易、金融、科技和安全方面 走入去中共化過程 24日上海新聞晚報一份內參資料 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廣傳 內容指出 依法抗疫系底線 頒布新的防疫新政 應該先徵求市委、市政府法律顧問等專家意見 避免作出違法決定 這份資料是新聞晚報記者訪問上海政法學院教授 上海市社會建設研究會副會長湯紹天的內容 湯紹天說 上海法學界的力量在中國首屈一指 防疫期間卻出現政府涉嫌帶頭違法 例如除匯區佈置志願者到國家各匯貼封條 遭到志願者拒絕 除匯、長寧等防疫指揮部發布臨時措施或通知 引起民眾不滿 近日上海浦東和普西多區的風控片區 和流動硬隔離也被指有違法而慮 有影片顯示 浦東對風控片區 用採鋼板或藍網等硬質隔離設施封閉起來 開一個應急小門讓防疫人員進出 Twitter用戶新聞真話說 有上海人覺得硬封城用的鐵蘭沙很眼熟 仔細一想原來是上海動物園同款 這樣對上海人傷害性未知 但侮辱性極強 此舉遭到不少上海市民的反抗 有些小區居民自行解封 網友說為他們學彩 權力的脆弱有時就是一層子 你一捅它就破了 或者一堆草 你一推它就倒了 此外25日大陸網友在微博披露 一晚竟然有51個老人過世 原因是當地政府半夜強行 將一些生病的老人拖上車拉走 折騰了幾個小時 網友質問 誰個老人能夠經受著這種折騰 時評人秦鵬說 他們前兩天 為何要拘捕這些不能治理的老人去隔離呢 那個營養不良的看起來是餓死的 抓那些老人去隔離 真是有可能只是為了跟死亡湊個數 用來證明中央下令對上海風禁是對的 一位大陸網友貼出 在大陸某地的電線桿上 貼著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的圖片 上面寫著 疫情期間生活在中國你們就偷笑了 一些退友就轉發 近日中國書畫家劉海叔的女兒 劉蟬的作品 上面寫著 人間煉獄海上魔刀 有上海觀眾向自媒體人李牧陽發信息說 中共國四月已經在上海發生 馬上緊跟著還有五月之花、六月之上 隨著越來越多的城市被封 希望幫忙呼籲一下場內其他城市的國人 我們上海人一直被人耐弱的形象 但是今次我們上海人沒有跪下 後期中共對我們的打壓絕對不會輸給香港 23日紮蓮司機在基府的地鐵站召開記者會 全世界多國記者都到場參加 當大部分記者詢問紮蓮司機 如何抵抗俄軍入侵 以及和談的進展和機會時 中共官媒CGDN記者 問了與眾不同的問題 央視記者問 俄羅斯說你們向北約索取武器 只是火上加油 不利於談判 紮蓮司機說 我們不在乎俄羅斯怎樣想 俄羅斯也都從一開始就向我們提供武器 你看他們逃跑的時候 留下了那麼多坦克和火箭彈 對此公民記者陳秋實推文說 紮蓮司機只是曾經扮演過小丑 而你們是課真價實的小丑 有大陸網友表示紮蓮司機給了央視記者提問的機會 他卻提了一個具有超國際水準的蠢問題 將中國人的假刀刁盡了 還有人說紮蓮司機應該反問 這些抗戰的時候 難道真的不用武器 是用手撕鬼子嗎? 35歲中國網球女將彭帥 去年11月在個人微博上發文指控 中共前副總理張高麗多次對其性侵 隨後這條鐵文迅速遭到刪除 彭帥也都失去蹤影 事件發生之後一個月 世界女子職業網球協會WTA 暫停在中國的所有比賽 據估計這個決定將會損失幾億美元的 轉播費和廣告贊助 據路透社25號報導 WTA主席西門 接受節目《The Tennis Podcast》訪問時表示 我們已經暫停在中國的業務 我們將會繼續這樣做 直到我們得到一個解決方案 直到這個事件得到一個彭帥本人 中國當局和WTA都能夠接受的交代 協會將會保持堅定的態度 西門表示自己最近未曾跟彭帥有過溝通 他說我認為你不會透過逃避問題 來改變這個世界 你必須創造改變 針對世界男子頂級網球場回賽 本賽季將會在中國舉辦四場比賽 西門予以尊重 強調他們沒有成員在中國受到影響 所以他不會試圖影響該場回賽的決定 24日在紐約法輪功學員紀念4.2523週年集會上 一些年輕華人公開在現場表示退出 曾經加入的中共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組織 其中在華爾街工作的白領方亦明 還訴說了自己怎樣從堅定地相信共產主義 到如今退出中共的心路歷程 陷動現場華人 不少人連說太好了 看到很多年輕人站出來不容易 方亦明是2009年從中國大陸來到美國到研究生 畢業之後在華爾街工作 他曾經認為共產主義能夠將中國 帶入真正的現代化強國之列 大學裡面他做過班長 經常向輔導員教師上匯報 直到來到海外他看到《九評共產黨》這本書 一看就是一整日 其中六四屠殺和血腥鎮壓法輪大發兩件事 讓他印象深刻 當時感覺為裡面好像翻江倒海一樣 整個人瞬間就抑鬱了 畢竟自己相信了這麼多年 愛了這麼多年的共產黨居然是這樣 反差太大 後來他又看到民村地震的真相 腐敗的內幕 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 之前的各種政治運動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真相 抗日戰爭的真相 了解了太多太多的資料和信息 在真相事實面前 他終於決定用實名退出中共 他說 我聽了十分悲哀 他們的話代表了當今一大批大陸青年的思想 明知中共邪惡 卻選擇保持沉默 這恰恰是中共多年來的黑暗同志 對人民道德和心靈摧彩的名震 我們又怎能嗅住旁觀 今天正在這裡 就是要讓更多人不但認清中共行有的恐懼 而且絕不能再以此為 要勇敢地賺到正義的善良的一員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觀眾 relations 好,思考 不舒服 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